目前選前之夜是確定講到凱刀,要怎麼催人數,像包括張茂南昨天說沒那個屁股還要吃那個蟹藥,這種說法當時你會不會有點憤怒,然後會覺得他是失言? 沒有啦,其實張茂南以前我在台北市議,我在當市長的時候,算是議員裡面跟我比較友善的 我想他講這個話,反正那天看人數就知道吧 目前是真的打算舞台就不蓋,直接開車到現場台這樣? 看看啦,這還要再想一下,因為只有10個鐘頭要蓋一個很大的舞台是技術上有困難的 另外要請教一下,他們北市黨部的主委就有酸說沒那個屁股吃那個蟹,他們認為說你們就算升級到也坐不滿,那怎麼回應他們的這種酸法? 我覺得沒有搶贏人家,就用這種財大氣粗的說法,其實我想一般的人應該也都很難認同 那麼既然我們搶到了,既然我們有心要舉辦,我們也相信,而且我們也呼籲我們的支持者,在1月12號的時候真的站出來 讓他們看看我們絕對有能力把凱道給賽道 雖然搶到12號,可是因為前三天還是被民進黨搶走,那這樣搶部時間來不及的話怎麼辦?有沒有備案? 因為是不是也有搶到北門?會不會最後一刻,如果搶部真的來不及,那我們改到北門? 我們原本其實就是有設定大概5個點,包含這個自由廣場前,那北門還有凱道的部分 當然也有想過一些備案,但目前為止我們還是希望全力來把這個凱道的場子,把它 因為既然我們已經申請到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在凱道來舉辦 那麼至於這個時間上的壓力,因為只有一天的時間,所以從進場到撤場只有一天 那個光是搭設舞台,可能就要去掉半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發想各種的備案,到底舞台是要傳統的舞台,還是我們要有另外的規劃 走一種比較不一樣的選舉的策略,也就是在選前之夜 我們整個的場子可能會跟藍綠兩黨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現在我們在研領相關的措施 民眾黨是一個新興的政黨,那沒有中央執政的經驗 為什麼選民應該相信您把票投給您,尤其是年輕人 然後如果您順利當選的話,跟現在的執政黨、民進黨會有什麼不同在政策面上 就是他剛才講嘛,就是說你們沒有執政的經驗,你為什麼確定差? 我跟你說齁,八年前這一句還有道理 我當過台北市長八年,還是有一個團隊 所以我對於這個執政比較沒有問題 這個也是這樣啦,政治的確是個專業,也需要時間 所以我從台大醫院直接跳去當台北市長,其實前兩年還是很短 慢慢才摸索出那個 所以這次如果再去中央政府去當總統,這不是完全沒有經驗 其實我跟你講齁 台北市長齁,有去選總統的齁,都有上齁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台北市長有去選總統,都有選上齁 所以你換心好了 大家剛才在講說,跟民進黨會有什麼不一樣 我要跟大家講齁 我覺得是這樣齁 不要背棄自己的理想 其實青年勤政愛鄉圖 是民進黨中央黨部會議室牆壁上面的字 但是齁,青年勤政跟今天的民進黨扯得上關係嗎? 你看到民進黨會想到青年勤政嗎? 所以他 所以要跟大家講齁 有一句話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要相信制度,不是相信個人 所以齁,公開 我要說,我找總統要找什麼事情 公開透明 所有的會議紀錄,全部給我上網公開 一樣齁,為什麼台北市的標案齁 貪污很少 第一,上網的時候公佈評審委員名字 公佈底價 然後那個 委員一旦當評審委員不准退出 沒有超過三分之二不准開標 然後開標的時候 外聘委員沒有過半你知道 不准開標 我有訂很多規則 好啦,我跟你講講一個小故事 我那時候下令說齁 上網招標的時候要公佈評審委員名字 結果齁,他們聯合 我們那個台北市的聯合議員就上一個公文給我 他說,欸市長 然後我們聯合議員要買那個電腦斷層跟核磁共振 可以賣的只有三家公司 可以當評審委員 都是我們每個議員的X光哥主任 反正就挑幾個去當評審委員 一共賣的跟買的大家都認識 這樣壓力實在太大 所以他希望說這個聯合議員買電腦 買衣材,免受市長 事先公佈評審委員名字要求 我那時候看到公文 我現在想說我才剛剛下命令 你們就在測試我 我就不簽,換在桌上 一個禮拜後他們又來問說 欸市長你簽了沒有 欸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在公文上面寫 市長是醫生 他自己去當評審委員 我又把公文送回去 結果他們說他們再努力看看好了 從此解決 我跟你講喔 你就會議紀錄上網公開嘛 會議紀錄 除非你跟我講這個涉及國家機密 會議紀錄上網公開 標案你知道 公佈評審委員名字 然後我們都有規定 啊那個齁 評審委員齁 一旦選定 他不可以隨便退出 因為齁 當年大巨蛋就是這樣出事 當年大巨蛋第一次投沒過 結果那個不知道怎麼弄 弄到說 啊這個 中央工程委員會說 欸那個 那個投票結果 不算 再投第一次 又沒過 然後要去弄弄弄 就是 他沒過你知道 他就把它薄回 中央就給他薄回 到第三次的時候 評審委員不來投票 一共已經投兩次沒過 還投第三次 所以後來我就規定 你知道齁 我要來當評審委員 我就先問他說 我們什麼時候要開票 你那天有沒有在台灣 你能不能來開會 你不要 你就說 我就不聘你 你一旦當評審委員 不准退出 全部要來給我開票 然後事先公佈評審委名字 你知道我講公佈評審委名字嗎 歡迎大家互相檢舉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齁 這一次黃國昌來 他在問我 參加民眾黨會不會有什麼話不能講 我說你要是覺得不對都可以講 相信制度不要相信個人 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公開透明的制度 建立一個公平的制度 所以我為什麼主張說公務員用臨選制度 你知道 當那個公務員發現說 蛤 原來我要升官不是市長決定的 市長只是酒票裡面的一票 從此他變得很勇敢 我不是要罵一個人而已 我跟你講齁 如果這一次生誰是由 一通電話決定的 你是公務員你要認真做事嗎 你就罵一個就好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為什麼 為什麼我當台北市長 要選連任的時候 我的建管處敢把我的辦公室抄掉 因為他發現說 欸 你才一票而已喔 我以後要升官 沒有完全被你決定 從此他變得很勇敢 所以我們要在公務員裡面 建立一個公平的升遷制度 只要沒有這個制度齁 公務員不會認真做事 我認真要做什麼 我飽了一個就好了 我認真要做什麼 所以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個人 公開透明 公平的升遷制度 都OK了